吉升 常先生 是生意行的大家呀 他能屈尊前来与你授业 是你的福分哪 三般希望你 跟常先生好好学业 将来也好 慢高 三伯 你没事吧 好 吉升啊 还不拜见先生 三伯 咱们有言在先的 哦 张先生 设之顽劣 我曾答应过他 他拜师之前 准他提三个问题 哦 无妨 啊 哈哈 哈哈 孟公子 你是想要考考常某的本事对吧 不敢 是请教 好 那请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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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姐要了十样步 这下可难坏了电伙计 这顾大姐总共要了多少步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 长先生就不用算上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了 几声 归几年 没错 这道题确实简单 不过是三岁顽童的启蒙数算而已 是吗 那先生赶紧报数吧 好 你仔细地听 顾大姐买部问价钱 伙计报价到周全 蓝部一尺八文整 青部多价四文钱 红部贵绿部件 二者相差三文钱 与之红部价多少 价比花部少一半 白部黑部价相同 平均之后是价钱 黄部黑部降紫部 八文九文十文钱 花花狗这叫贵 一尺要价十八钱 大姐买了十样步 伙计仔细做计算 省缺一百二十文 大姐付了半万钱 与之大姐买部数 请先算算 多少钱 怎么呀 古大姐买部用的钱 算出来了吗 先生是枪头配鹰子啊 做了一道前提来打我的部体 好账算 晚上佩服 只可惜先生把部体算错了 要不然还真称得上是一副绝对 其声 古大姐十样部 一共买了六张二尺 伙计也是按照这个数 给算的价钱 这绝对不会错 您再听 伙计拿尺来量步 十色不样 六丈五 顾大姐捧着步 高高兴兴出步步 掌柜的拿尺重新量 直夸伙计好丈 您可听清了 掌柜的和伙计两个人算的都是六丈五尺 您算的是六丈二尺 足足差了三尺呢 肯定是伙计和掌柜的给算错了 没有掌柜的和伙计没有算错了 明明是六丈二 六丈五尺 济生 济生 庄先生 庄先生的账算 这济南可是数一数二的 这不是数一数二的问题 确实是六丈五 如果真的能算出是六丈五尺 那么老夫这就告辞 从此不再妄言商业 这可是您说的 庄先生 庄先生 他失礼了 娘 这不是赔礼我说六丈五尺 它确实有六丈五尺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 说来听听 是这么回事 这家布行呢 实施买部汇造 汇率为九五尺 顾大姐虽然买了六丈二尺步 四手五入就是六丈 六丈的九五尺就是三尺 所以说 最后顾大姐抱走的 却是六丈五尺 五尺 一半 在下才疏学浅 难胜西宾之聘 告辞 别别别别 晚上失敬 太无礼了